所以克服自己的一生 我们通常讲不好的秘密 一些艰难困苦的遭遇 或者是自己身体不健康有病苦 有这些灾难 念佛是最好消灾绵难的方法 我自己这一生走过来 可以给大家做个证明 很多老同学都知道 我的寿命只有45岁 怎么会延长这么多 这是靠这一生念佛 老师的时候教我们讲经都有关系 李老师非常慈悲 同学当中他会看一下 看到这个年轻人 这个面相很薄 短面相 他就劝人劝他 发行出来学奖金 奖金确实能够一年一手 转得最快 比修其他的法门多快 这是容易直接得到三宝的价值 我们把自己的精神体力 奉献给三宝 为三宝 这个正法救助来工作 这就得三宝福利价值 所以这个转变这个业力 不但是快 而且很大 这从前 这老师的悲心 我们同学二十多个人当中 有好几个了 都是这样倾心 都是像很薄 没有佛报